中国的文化传统 可是说实在我们去台湾 我们大陆的人感受最深的一条 就是台湾人把中国的文化和传统 保留的比我们大陆要好得多了 为什么 因为大陆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它不仅它把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 都给真正摧毁了 我们现在有的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而是共产党的文化 那么你就看看 所以在这点意义上 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 不是一个问题 所以蔡英文总统 蔡英文作为女性 才能当上总统 那么而真正的呢 我就觉得就是说 在妇女的权益方面 你就想想看 我们曾经有一个女的外交部发言人 会说不要把这个法律当做挡箭牌 当一个政府 他的发言人这么说 这么做的时候 中国老百姓自然没有 这个法律的保障 尤其是我要提的 就是我希望等会还会讲 就是其中最糟糕的一条 就是气化生育 不管是一台话也好 两台话也好 这个强迫节育 强迫堕胎给妇女 造成了很多身体与心理上的伤害 而这是中共的强制 强制的结果 在中共强行执行 计划生育的时期 有三亿三千万的婴儿被杀害 这些都是妇女的权益 受到伤害 对